為什麼學校教育 容易讓人變得庸庸碌碌 我受到台灣教育 我覺得當時 我沒有得到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北極性的概念 為什麼我們這麼努力提升 為什麼我們要 洪耀完結 為什麼要練六大屬性 為什麼要練浪人屬性 為什麼要什麼什麼 這所有的一切的一個原始驅動 很重要的 尤其在我的頻道 我很重視這種自主性 就是你發自內心的 想要得到一件事情的 一個自主性的根源 我認為台灣的教育 他們其實 整個系統上面是 沒有辦法花很大很大的 時間跟資源 去幫台灣的學生 也就是各位 去發掘這些事情 他們也認為不需要 為什麼不需要 各位要了解 學校 其實就是想要製造出員工 對嗎 這個老闆跟員工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老闆他必須要挖到這個 最根本人類的需求點 那這種情形 其實員工不太需要去管這種事情 有不少人 小時候不愛念書的人 他長大之後變老闆 這個機率其實不低欸 那這個原因可能是在說這個人可能他不是不願意努力喔 他只是不喜歡學校帶給他的這種技能提升或是給他這些知識嘛 那不代表他放棄他人生嘛 在整個台灣的教育體系裡面其實大家在拼的說到底啦 就是拼誰比較會考試 誰可以考上一間大學 這個東西我認為他是有用的 這個System是有用的 這個System雖然不是完美 但是對某些大環境 他們至少是可以讓這個社會是往上成長嘛 至少大家勞工你知道不會偷懶什麼之類的 但他本質上其實就是往一個人多的地方走嘛 但是如果說現在你的價值體系 你的北京已經是你自己獨特摸索出來的時候 這個很爽的欸 你不用跟人家去撞那些有沒有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認為其實學校教育 台灣的學校教育是沒有辦法給我們的 所以如果你思考到這一層的話 你不會討厭學校教育喔 你會知道說OK 那我知道學校教育可以提供給我的學習方法是什麼了 你就要把學校教育這個事情 當作是一個你可以控制的工具 或是你可以選擇的工具 這樣講好了 那麼如果按照這個方法去思考 所謂的學習是為了什麼 我認為最本質的就是你要去思考到這件事情 你可以是為了權利 你可以是為了金錢 你可以是為了你人生的自我實現 你可以是就幹 我覺得有些人說 我就是只是要他媽的擺爛而已 也可以 那當你挖到那個北極性那個驅動的時候啊 回到我剛剛直播所說的 你至少可以 回答一半的問題了 回答你一半的問題了 那麼再來我們就要提到學校教育一個另外一件事情 學教教育怎麼叫我們社交屬性的 我們講兩性動態喔 包含社交屬性兩性把妹的部分 就是把所有人弄的那媽醜醜的 然後就是禁止男女交往 那麼各位未來在把妹的時候一定就是 會輸外國人的一節啦 這是合理的 國外的那些學生啊 他們真的就是會比較不會被壓抑著打扮這件事情 就是不只是打扮或是社交這種地方 跟台灣的這個大理上文化是差很多的 那這個東西我認為也蠻慘的啊 最近不是有新聞在那邊報嗎 我30多歲我有個好工作 我買了房子 老婆呢 女友呢 不好意思啊 現在已經是一個 藍藥文的世界了 對不對 就是你這種策略是不行的 不會社交 不會把妹 不會拓展社交 我全不會game 全部都從學 如果說你有聽到我剛剛所講的 這樣的概念的之後呢 你就會去重新思考 你過去看到這世界上 這個學校教的說 不管是語言啊 剛剛講的語言啊 講這個音樂啊 或者講這什麼心理學 這所有東西 然後這時候呢 如果說你又是一個 生活不想無聊的人 你把這個世界當作是寶藏的一個人 那你就會 用一個新的態度 跟新的動機 去學習 未來所有的東西 然後 你就會發現 可能你就會有點 挨一下 就是覺得 為什麼我當時在學校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這也沒有辦法 就我剛剛講 就是人生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就是先拼一個 基本的 學習的能力 學習的紀律對不對 然後拼一個 社會化的工作 如果我先學一份這個東西 然後有夠多的人生體驗 夠多人生的經驗 然後慢慢的塑造出自己 人生的北極心之後呢 然後 你再回頭去把這個東西 再好好的去學 那就會有 很不同的 學習的 動機跟效果 那我們要怎麼樣達到這樣的一種 人生的初衷呢 其實本來就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他們滿足於 自己生活現在的這種模式 他可能也是很認真工作 或是很認真創自己 事業什麼什麼挖哥都好 但如果說你現在 的生活 不是那個狀態 你要嘛是覺得自己把不到妹 要不然是你覺得生活很空虛 要不然是覺得你生活 就是覺得 玉竹或什麼什麼挖哥 你要知道你已經 不在那個scope裡面 不在那個group裡面的了 你必須要面對這個現實 你騙不了自己的媽 你好像睡覺前 你每天去工作的時候 這個隨時隨地的這一刻 這個根深蒂固的 在你內心產生出的這種 無論是你覺得很喪 或是你覺得很depressed 或是你覺得很痛苦 把不到妹什麼什麼都好 那你就得想方法了 好我講這麼多是告訴你說 那這時候你就要知道說 過去學校教育帶給你這個system 他沒辦法解決你人生的問題了 你必須要有先這個體認 那麼你就必須要 重新打造自己 第二個是就是我常在講 就是所謂的 你要去開始 所謂的突破舒適圈 也就是所謂你要去開始面對 你的恐懼 那你要脫離這個地方 你該怎麼脫離 看都不知道 不知道哪邊 你有沒有給我個線索 突破舒適圈的恐懼背後 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如果你 過去卡來水學校教育的情形之後 然後你想要脫離這個部分 所謂的 恐懼的背後 很可能是一個 你想要的生活型態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你可以去嘗試的方向 那當你 你經過恐懼 發現一個新的世界 又突破恐懼 又發現一個新的世界 又突破恐懼 又發現一個新的世界 然後 新年等月的這樣子 不斷的去做這件事情之後呢 你就會發覺說 幹 AB 你怎麼那麼靠北 你怎麼那麼瘋狂 因為我過去 十幾年來都是在做這種事情 你就回不去了 你就回不去了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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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